被內地海警截獲的12個人 據了解在星期日早上大約7點 在西貢布袋澳上了一輛快艇 有警車當天早上曾經駛布袋澳 但12個人在警車來到之前已經開船 他們繼續逃走 原先預計20個小時內可以抵達台灣 但大約2個小時後 在粵港東南面海域被廣東海警局截獲 據了解今次並不是第一次的逃亡行動 之前都有涉及反修例示威案件的被捕人士 經水路潛逃去台灣 7月至少兩次有人成功偷渡 每次大約5個人 逃走路線每次都不同 有逃亡者會做船長 出發前先學駕船 據了解今次被捕的12個人 除了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 其餘十男一女年齡16至30歲 都涉及去年一些反修例的案件 其中3至4個人是屠龍小隊成員 部分人被控暴動 村謀有意圖傷人 企圖縱火和製造炸彈等等 早前獲法庭批准保釋 但禁止來說 也有人正被警方通緝 有線電視記者劉亭不讀